我覺得她在我心中 就兩個字 幼稚 還膽小 還怕蟲 還愛哭 這位妹子你真的太敢說 今天我們三個人 一定要做好反擊的準備 你可能會被 會被Juice 對 什麼 我們被學員的Juice 選手節目創造影2020 開幕近兩個月 節目主特地規劃吐槽大會 讓學員有機會一吐苦水 其中來自龍陶娛樂的 徐玉洋目標老闆黃子濤 直接把火力開到最強 我聽說我們 黃教練發微博說她 自己是一個 什麼玩意兒 什麼玩意兒 不是 你一句話 你是不是說不明白 等你說句話 怎麼那麼費勁兒呢 我累死了 我想起來 她說她自己是很帥 很酷 很可愛 很有實力 很有才華的一個老闆 那怎麼了 然後呢 然後我就想說 黃教練就是 我不認可 徐玉洋 我需要女人可毛 徐玉洋 我覺得她在我心中 就兩個字 幼稚 還膽小 還 還怕蟲 還愛哭 動不動就哭 就是那種 你 我什麼時候動不動就哭了 加油 這是我過了五年之後 我有什麼錯 我哭怎麼了 非常好 我不能有個人情感嗎 她哭她還不讓我們哭 我怕 我們哭她就說什麼 能行就行 不行就走 舞台是很殘忍的 能行就行 不行就走 你什麼都沒幹的 你就哭 那你哭什麼 對 還有一個點 就是那個微博 當朋友圈發你有就是想過 公司宣傳們有多心累嗎 你有想過他們有多難嗎 就天天為了就弄你那些事吧 就可能給我宣傳都搞不上了 就應該就是 就是多宣傳宣傳我 就全把重心放在 你那個微博又發錯了 又不該發了 就放那些事上去 我覺得你就是收臉收臉吧 收臉收臉吧 氣死我 真的是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黃教練說 喜歡簡單的自我介紹 他是怎麼自我介紹的 大家好 我是會唱歌 會跳舞 會說Rap 喜歡一個人在海邊散步的 AB style 浪漫功夫熊貓套 就是這麼簡單 看見真沒錯 啥時候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簡單到 我是這樣子 就是簡單到 我真的 我介紹還有一段 FIRY style 真的 那是我十九歲 對 他都教你什麼了 教我自信 完了教我 怎麼教你自信的 就看他 我們黃教練隊就很自信 就他自己那個 迷之自信 什麼叫迷之自信 又迷又自信 我就是自信 怎麼還迷之 我從來沒覺得 我自己是一種迷之 你不覺得嗎路哥 好 好 我還想說一個就是 你們就是知道 就是教練 是自己的老闆 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嗎 我特別想知道 就是有一種 你爸是你班主任的感覺 就是又親切 完了又害怕 有的時候就憑自己努力 或者怎樣 就是可能得到了一些好的成績 就還沒開心夠呢 就開始想 害怕別人 會不會覺得說 還不是因為你爸是你班主任 所以你才有這樣的成績 對就會有這種想法 就有點難受 誰說的 我管過你嗎 你趕快下水 下水下水 換下一個我不想聽了 對 有找 ο龍 有你 你 您 workshops